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监管企业 逼得好多企业大老板只好裸退 非常不甘心 像阿里巴巴的马云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着经济出现警讯 外资撤逃中国的情况下 官方态度怎么突然大转弯呢 发改委突然点名表扬 哪些公司好棒棒 有腾讯 有阿里巴巴 美团 讽刺的是这三家企业 前几天才被中国官方 罚了巨额的罚款 我想问杰明哥 中国科技业遭到政府打压 损失好几兆元 但现在突然示好亡羊补牢 到底安得什么心 是的 李强这句话叫做 大有可为之后 好棒棒 我们真的是三观都改了 我们的眼尖 鼻子 耳朵 我们听到的是 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 不是前阵子一个大消息吗 就是包括我们说 阿里巴巴 腾讯这个美团 一口气被罚了多少钱 被罚了440元的天价罚单 就是过去他垄断的行为 或者是他没有做好 他应该有的平台的一些管理 就这样被罚了440元 我们想说这是一个大条的 结果没想到 李强这次就公然的说一句话说 请我们阿里巴巴美团 大为好表扬 他还特别讲一句话 请大家继续练好 内功加油处理 这到底在讲什么话呢 我们先把它两件事分开 事实上这叫断点 我们现在决定这101元 它叫断点 因为我过去这三 画个据点 过去那三年我把你欺负到不行 我凌迟你们 好 那总是要最后 凌迟是不正确的事情 因为我要勾勒是李强 要说正确的话 那简单一句话 那我你知道官方叫他认错很难 他要怎么做他怎么认错呢 就是罚你一笔天价的时候 说好 我们就一笔勾销了 以后你想怎么干都可以 好了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 我们再去看 这个发改委讲得更清楚 这个发改委说什么呢 发改委就同一天 在7月12号 发改委直接讲什么东西 你知道 太有趣了 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平台 太伟大了 他们在发展我们的科技 跟这个传统产业 具有卓越的贡献 他意思什么呢 比如说点名阿里巴巴 你看阿里巴巴 就从农村进水果的时候 用AI的方式 把水果都挑好了 农民的收益大幅增加 这告诉你什么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 咱们政府没有钱了 所以我拿101元跟你和解 那我们过去的虫就不算了 但未来你还是要付钱 咱们现在智能车需要钱 咱们现在半导体需要钱 咱们超级电脑需要钱 咱们这个AI需要钱 咱们国家没钱了 好 所以麻烦你 你得拿钱出来 那这际线呢 因为李强后来找的人 其实是加码的 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很赚钱 就把抖音找过来了 小红书也很赚钱 女生懂爱看 小红书也来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确认呢 你一定会觉得说 你这个是不是乱讲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谈一件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你知道 过去这三年监管 对这家三家公司 有多大的影响吗 我们这样讲 一般来说股票崩盘 你就是少了一个 一两亿三亿 好 就OK了 不是 过去因为阿里巴巴 蚂蚁金服他要去募股 然后这件事被割制之后 对 突然喊咖 喊咖 这是2020年的时间 只光那个时间 那也包括了美团 还有百度 还有包括我们说京东 这些全面都要冲击 就一个一个好像被清算 而且那时候清算的过程当中 包括你的总裁就不见 指引长不见 换人来做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股票市值直接蒸发 最高蒸发70个百分点 这些公司继续赚钱 是好公司 硬把它打成是黑五类 然后股价崩盘 然后整个就是弥骂 好 你知道 只光当时这一波的下跌 损失的金额是什么 34兆新台币 34兆有人说 就是荷兰一年的GDP 对 那我们台湾一年GDP是20兆 从2020年到现在 这几家公司被大陆锁定之后 头二换人了 投资人会担心 好多公司在美股 都有挂股票的 吓死人股价崩跌的状况 洁明哥说 就赔掉了一个荷兰的金钱 经济价值 一个多加 我们1.5的台湾的经济价值 太惊人了 我们台湾一年的GDP是20兆 那这怎么补 对 好的 重点 他也不会在乎这件事 你说中国也不会在乎 他永远不会在乎 他对你做什么事情 他在乎的事情是 你未来的赎罪券是什么 我说罚你的这一百多亿 可是你还是要缴付赎罪券 所以他用大有可为 是告诉你们这些平台 你们现在还是赚了满坑蒙股 记得这些钱要贡献 那我刚才讲 发改委就是讲白了 直接在什么方向要贡献 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说 这今年的所谓的两会 那马化腾在上次的时候 也有见到他 但这次缺席了 马云早就不见了 而且是我们画面 把它转回到就是 这个2019年 2018年的时候 当时马化腾跟这个马云 可是在第一排的时候 接受了国家表扬 对国家经济有中限 怎么到2020年马上就 马云就被赶出了中国 然后接着到了今年就罚款了 那问题在这地方 这个有端倪 谁提待的马化云 谁提待的这个马云 结果都是一些 所谓的智能公司 半导体公司 进入到了这个 所谓的政协跟人大 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你知道政协人大 其实没有什么权利 可是你挂来 政协跟人大 你走在路上不得了 他们有个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犯罪的时候 不能随便抓去关 有背景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 这个他们被消失 但进来的人是什么 进来的人是所谓的半导体 他就是从这边你兜了出来 现在他的大有可为是什么 就叫你马云 马化腾 把你的钱全部投资到半导体 因为咱们中国没钱 百名就这样子 好 当然我要说一句话 这个事情 你知道中国当时 对他们有多狠 对付马化腾 他就一句话 小朋友上网时间太多了 游戏机赚那么多钱 因为我们知道腾讯是出 这个手机游戏的 对 游戏机赚那么多钱 小朋友都在玩游戏机 不行 好 这样子 那顶多就是叫他 就是少发几款游戏机 就这样子 没有 不行 你要发检 让他消失 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 马化腾就在2018年那时候 他曾经有为了表示 他对中国的效忠 他希望就是 政府不要对他下手太重 对 他曾经穿的红军服 然后到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去走一趟 就表示一件事 我真的是很爱中国 但还是躲不过被清算 就拜托你不要搞我 不要搞我的腾讯 这样子还没有办法被搞清算 当时2021年的时候 马化腾还主动去见了 反监管的防准断的官员说 我们没有垄断 那你看哪些东西要释放 大家咱们谈 结果中国硬干 就是要你这个马化腾 要持续岗位 然后腾讯交给别人处理 所以我们把这两边 做比较的时候 中国翻脸翻书一样 旧的原因是什么 经济不好 需要的平台来付钱 好 那到底现在状况 是多么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什么 这个地方有趣 这是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四条线 这个是一条六条线的大马路 我们在台北市中心 你有看过六线道吗 没有 真的没有 那大条路 当然这个城市 总共有660万人口 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大人口 它把这个马路 你知道拆了多少民房 盖了一条这条快速公路 穿过了这个城市之后 你有看到车子吗 大白天怎么没车子 下方的马路有车 但上方怎么没车 所以这部车到目前为止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使用 甚至烂尾楼 你知道它现在功能是什么吗 没盖完啊 对 你现在功能是什么 是在这边遛狗 这条马路要花多少钱 所以现在 就变成遛狗的 对 运动的 然后这个 这个骑单 骑达车的 你看 这么漂亮的条马路 就这样处理的 好的 其实我要这么说 现在这个最代表性的 就是贵州 因为贵州多山 那你要盖高公路 或者盖高铁 你一定要 那个很高的 那个天桥 来 全世界前100座的这个高桥 其中贵州就占了46座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有美国 有欧洲 人家也有高山峻岭 贵州只是中国的36个城市 有需要这么多桥吗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当时他们说要脱贫 贵州你就是一个贫穷的城市 那在别的城市里面 只要做基础建设 人就进来 然后基础建设 旁边房地产长进来 人就会来 然后很多的工商 就会进来 所以他觉得一条马路完之后 这个城市就复兴了 好了 结果搞半天 是一堆烂尾楼 但我跟你说 烂尾楼 这不是只有这个基础建设 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 他们的电动车怎么回来 前两天 电动车也要变烂尾企业了吗 前两天又有一个电动车 又倒了 那现在大家看未来 现在是起点汽车 对 没错 那现在来看未来这个状况 未来不太可能倒吧 为小礼也解冰 好 你知道现在状况 来 直接讲 日本明古物大学 拆解了发现之后 发现它最新款的这个ES8 它的行驶跟刹车系统 基本功能 是第一档的纯动电动车 可是它一档电动车 要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那数字非常可怕 五十万人民币 折二台币要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就是跟普通电动车差不多 你知道因为他们未来广告档号 而且中国新创产业 咱为了民族主义 怎么样也要买这个高档车 结果有位赵先生 他就真的花了五十万人民币 买了一部车 花了两个月的时候 有一天要出门的时候 天气也热要把冷气打开 现在天气多热 一定要冷气够凉才舒服 没错 他就充满了心情 买那部车他高兴了 他已经夸到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最高届的 未来高档汽车 开心到不得了 然后那两个月都开得很爽 就两个月后 他觉得天气也热 就开一下冷气 冷气挂了 才两个月 两个月冷气就挂了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看就两个月 现在问题是说 中国已经发现那个问题是 他大量发展所谓离电池的时候 离电池产业 现在变成悲惨产业 当他发展所谓电动车的时候 现在电动车 除了比亚迪还可以撑之外 其他变成是悲惨产业 所以我们看基础建设 电动车 中国砸什么 倒什么 当然需要这些所谓平台 你的钱赶快过来 咱们的缺口太大了 所以大有可为的意思的东西 就是你把钱交出来 咱们就跟你大有可为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